小指甲盖大小的小螃蟹 然后那个小鸡巨蟹 你看到它遍地都是 它真的是遍地都是的 需要什么加工费 我都不觉得你们进来能捡多少东西 你先奠基上加工费贵不贵了 你先捡着再说吧 再说你们订的民宿里面都有电锅 你自己煮呗 要啥加工啊 怎么你没听说人家说吗 最新鲜的食材 用的都是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就是煮加点盐煮 这边都是孩子要这玩意儿吗 有的是就每个石头里边全都是这个 但是你们要是想抓大螃蟹的话 不进岛里边不进深水区抓不着啊 海泉公园也是这玩意儿 也就这玩意儿 每天的退长时间是不固定的 你们如果不是问今天 那你们就在群里边这玩意儿你就别吃了 你孩子玩够了 你临走之前给他放了吧 他也养不活 他也不好吃啊 弄弄筒里边吧 一会儿哪家孩儿要我送给他得了 门票是30 警员现在的住宿已经不紧张了 你看你心情就可以了 你要是想的提前订你就提前订 但是我跟你们说过了20号以后的住宿 过了20号以后的住宿价格会比现在低 再一个是如果你们9月份来的话 哎呀妈呀 真的是太幸福了 幸福指数不要太高啊 点完关注的亮小灯牌 亮完小灯牌的点开我的头像 在右上角会看到粉丝群 进66群 进66群 只要你们来威海 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住的所有所有的 你们全部都在群里边可以避开你们所谓的坑哈 避开你们所谓的坑 9月份赶海一点都不会冷 你就放心打胆的去那个啥就行了 进下群 进群了以后 等我下播以后给你们分享这些各种攻略 然后我在我的自驾游攻略里边 我是我是8月多少号改完呢 最后一次我记不住了 然后我在这个自驾游攻略里边 给你们按照路线掺杂了一些威海当地的一些美食推荐 没有一家是能让你们踩坑的 你们如果需要就进去看看 过来20号以后去 那你来了之后再定也行 不紧张了 海边能下水啊 可以的 可以的 谢谢你们的关注和小礼物啊 你们亮完灯盘了去擦一下这个福袋 把你们刚才亮灯盘那个小斗壁抢回去 你们来威海无非就是说我想赶海 去哪能赶海 再一个就是我想吃海鲜 去哪能吃海鲜 这个是你们关注的最大的两个点吧 是不是啊 赶海绕什么团队呀 你来找我不行啊 我就是让你们各种逼坑的赶海主播 你找什么团队带你去 人家带你去深水里边赶一海 你能不能下得去啊 人家去浮潜 你们能不能浮潜的起来啊 你想想 然后你去了之后你浮潜不起来 然后你抓不到 人家说那是你的问题 不是人家的问题 对不对 出来玩 咱们就安全第一 在这个能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然后再适当的玩一玩就可以了 不要把赶海这个事情 拿拿当成什么事了 拿命玩 那就没必要了啊 这种公共的地方你们就不需要找人带了 你们要是想找人带来了找我 我带你 现在还能去吗 你在什么位置啊 4点10分开始涨潮 你看看 你离这有多远 反正从4点10分开始涨潮最多能玩到6点 最多能玩到6点啊 涨潮会很 它不会很快 它是会一点点的把这个水涨上来 但是如果你们这个进岛里的话 进岛里的话 人家广播在喊你们说 岛里的朋友请往外走一走 那你就赶紧出来 不要在里边磨蹭 不然的话海水长满了 这些石头不见了 那个海水会到你的腰以上 山东威海火炬八街边上的一个赶海公园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有没有25号到9月1号这段时间来的兄弟姐妹们 有的话大家在公屏上扣个一 我给你们说一下赶海的事情 有25号到31号这段时间来威海的 想赶海的大家扣一 推这么大厂 今儿推厂东西还可多了 你们别说9月份的事 我就说25号到31号来的 这些兄弟姐妹们咱们扣个一 因为我需要帮这些人避坑 你们25号之前来的和9月1号之后来的 咱们再说 我现在需要帮什么人群避坑 是25号到31号来的人要避坑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是威海的死讯期 认真听啊 因为是死讯期 什么叫死讯期 是海水不退叫死讯期 不管你们到威海的融城也好 文灯也好 主城区也好 汝山也好 全部都是海水退不下去 所以并不适合赶海 你听明白了 大家给扣个三啊 听明白了 扣个三 那你们在这段时间来的呢 怎么办 如果你在主城区 可以去西山赶海 西山赶海 听清楚了 听明白了 回来扣个三 姐妹们啊 如果在文灯乳山融城 大家把赶海这个事情给给给放弃 玩不了一点 哪怕你花钱了 哪怕你不花钱 任何地方都赶不了 就不要去踩那个坑了 好不好 吃啥自助 自助 就是吃啥自助啊 自助根本就不推荐你们去 自始至周 你们从今年 我从今年的六月二十几号开始直播 播到现在 也不到两个月加起来 我自始之后 没有给你们推荐过自助餐 退场了 现在都快退到底了 游导游 你们要是想要日游 也可以给你们推荐啊 你们可以进群里面 但是威海的话 如果大家方便 你可以自驾游 我给你们写的攻略 你们可以按照那个行程 差不多点的 就这么玩 就挺好的 主要就是适合带孩子来的 宝妈们啊 这个位置在昆平的左上角 现在是山东威海火炬八街边上的一个小石岛 我跟你们说啊 刚才可能有人没听明白 是不是啊 你们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备忘录 记住叫西山赶海 西山赶海 25号到31号这段时间来的姐妹嘛 你们在备忘录里边记上 它就叫西山赶海 然后呢 是会在每天的上午赶海 具体几点 我会在群里边给你们发 你们就记住 25号到31号这段时间来 你首先记住一件事情就是 把上午的时间留出来赶海 然后在主城区的 大家可以去西山 除了在主城区任何地方都放弃赶海 这个事情啊 我怕你们花门票去了 你也赶不着 你也赶不了 你会很生气 很失望 听明白了 回来扣扣三 听明白扣扣三 西山赶海呢 是唯一一个 我在威海死讯期才会给大家推荐的赶海地点 那个是唯一一个在死讯期 你们来危害赶海 不空手的地方 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行啊 任何地方都不行 包括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都不太行 不太行 这个地方如果是死讯期 你们根本就看不到这些石头 全都是海水 我是来帮你们避坑的 你们一定要记住 25号到31号这段时间来的姐妹们 我刚才说的话 对你们来说特别重要 我给你们省下了一顿饭钱 刚回来除了人多真没啥玩的 你不会赶海的话 他这个赶海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么说的 这就确实就是这样 而且他在小尸岛不尽岛的这个过道上 也就只能捡这些东西 别的他也真没有 他真没有 亮完灯牌的去探一下福袋啊 把你们亮灯牌的小抖壁抢回去 大家帮我抽了屏幕点点赞 现在来的话 我跟你们说 今天渭海煮成去的涨潮时间 是从4点10分开始涨 从4点10分就开始一点点的海水再变高 一点点的再变高 然后最多最多 大家可以在水里边磨蹭到 6点 你自己根据时间 根据你的距离 你考虑一下要不要来赶海啊 我不给你们做主 意思是来小试点 你妈呀 你这听什么东西在那儿 刚才25号到31号这段时间来了 你哪个字听见我说让你来小石岛了呀 25号之前来的 然后你们就随便我给你们在群里边分享的这些改海地点你们随便选一个就行了 我跟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全部都是对25号到31号这段时间来的姐妹们说的啊 火锅了火锅了听不懂 哎呀妈呀 要咬人了我 在危海玩住海浪坊附近方面嘛 还行吧 去危海的旅游路线不用讲进群里就行了 进群里就行了 不用找我买链 不用找我买票链接了 直接去售票处买吧 他一挂我他真限流 真不想挂他的门票 又不挣钱竟干油伤我自己的事想 刚才挂个门票我的人数都上不去啊 外地人赶海能捡到30块钱呢 你如果是特别在意 你花了门票能不能赶回去这个同等价值的东西 咱就去免费的沙滩玩啊 明天大概几点下午两点下午一点半左右到这 然后呢你们要提前排队买票 然后在他什么时候开门你们就什么时候来 你两点来也行 如果是去其他的免费的地方 你们可以两三点钟去都行 三点去也行 现在这个季节就不要剪生蚝了啊 小石岛什么东西都少 他就生蚝特别的多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石头上那些白花花的一片 全都是小生蚝壳 里边那些大礁石里边或者是水底下 全部都是生蚝 全部都是生蚝 但是他不好吃